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但是这个产品让某企业在国外市场赚取了可能千万级别的利润,原来通过电视购物在中国收割广大消费者的卑卑加产品,振动减肥产品,后来都一一转移到国外,收割各国消费者。 商家都是中国的,贝索斯是不是应该贵谢中国商家,Amazon在过去五年里,让不少人买车买房钱包鼓起,也创造了数百家年销售过亿的数十家接近百亿的企业,是不是都听说过某COD企业成立第二年在东南收割,一年成立数亿元, 有多少企业在成立第二年能实现这个利润呢? 来点抽象的,电商收割者降维打击的条件,产品供应链上的技术,以及创新能力和成本的优势, 蓝海市场的判断,市场发展增长趋势的判断,流量发展演变趋势的判断,流量获取与运营方法的能力, 电商收割者的灰色操作的条件,心智不成熟的消费市场,没有经历过产品功能夸张,或不对版,假冒伪劣产品等洗礼的消费市场,能够覆盖这群人的流量平台, 一,电商人割韭菜的前提条件一,流量怪兽的崛起, 巨型流量怪兽有,Facebook,Evely,Amazon,YouTube,TikTok,Whatapp,Line,Snapchat,Instagram,Pinterest等等, 流量怪兽的核心是,它触达曾经我们很难触达的人群,它激发了曾经不存在的需求,它解决曾经难以解决的问题, 信任,支付,物流,仓储等等,流量怪兽为人们创造了大量的机会, 我们要从流量怪兽上,找到机会的核心办法,就是找到那群未曾触达的人群的需求,以及它激发的新的需求, 然后找到流量怪兽的流量分配的规则,快速获取流量来满足这些需求,像Facebook,由于覆盖了很多欠发达国家, 比如东南亚,印度印尼,菲律宾,拉美,非洲等地区,对这些地区的覆盖,为电商收割者提供了降维打击的机会, Amazon平台则是解决了信任问题,支付问题,物流问题,客服问题, 一,让电商人用最简单轻松的方法实现了收割,Amazon应该是住门门槛最低的了, 二,电商人割韭菜的前提条二,产业链条配套,显而易见, 中国在很多产品方面,拥有地球上最强供应链,这个强体现在产品种类丰富, 生产成本低,微创新速度最快,新品研发成本最低,物流配套最全最快, IT支持成本最低最快,在很多流量平台崛起的初期, 一,中国生产的产品,在当地都具有碾压式优势, 尤其是经过一定创新的产品,这些配套,为中国电商企业, 提供了降维打击的产业链优势, 三,电商人割韭菜的前提条三,手段与方法的支撑, 手段与方法,取决流量怪兽,是什么性质, 如果是电商平台,电商平台初期,可以扑货, 扑货类技术工具,可以让一些企业实现, 一个按钮下去,数十万SKU就进入了一个电商平台, 实现这一条就需要, 一,供应链,能支持这么多种类的产品,具备优势, 并且随时可以发货, 二,这个软件工具本身,就有成熟的市场需求, 才会完善到这一步, 这个扑货玩法,适合收割新兴平台的流量, 原因是,平台方需要丰富的产品体系, 流量分配规则, 也倾向于给产品多的商家, 双向得益,没有扑货类工具的企业, 就倾向于,在三线城市, 大规模招募低成本的人力资源, 进行海量扑货, 或者在菲律宾的欠发达国家, 招募人力,进行规模化扑货, 电商平台,在早期对假冒伪劣产品, 管控不严格的时候, 假冒伪劣就是一种, 极强收割手段, 是许多人起步发家致富, 不可描述,不可公开宣扬的, 特殊通道, 在电商平台,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 就要开始筛选, 优质产品商家了, 这个时候,测评技术就变成了, 收割的核心技术了, Amazon平台的剪僵师, 合并Earthen, 合并变体, 无线直评, Vime, 早期评论人计划, 定制VP, 跟麦测, 空包测, 假单测, 跟人送测, 手机测评, DC系统, 私欲流量池等等手法, 就竞相发展起来, 配套的IP, 信用卡, 收获地址, 账号, 服务器, 手机等相关链条, 飞速发展, 各种丰富的解决手段, 来自于地球上各个国家, 每一种收割手段, 都曾在一段时间内, 被称为, 印钞机, 在电商平台, 发展到最后阶段, 需要的是, 品牌与创新, 品牌才是, 最强收割机器, 贵点没关系, 如果是Facebook类的平台, 由于这类平台自身, 不带有交易支付功能, 因此, 对于电商企业来说, 收割时, 就要配套其他方案了, 如果是面对欧美地区, 欠上支付手段, 比较丰富, 用第三方工具, 搭建一个电商网站, 然后接入支付工具, 使用Facebook投放广告, 引导涌入, 进入电商网站成交, 这是一种方案, 如果是面对中东, 东南亚等地区, 线上支付不成熟的地区, 就发展出了COD, 获到付款的策略, 当Facebook平台广告开放的初期, 流量成本低, 由于流量成本低, 策略上就不那么讲究, 收割起来, 就像剪钱, 这个时候不用广告, 单式群控工具, 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了, 或者说内容搬运工, 都能有非常不错的效果, 至于其他高手, 那就是更容易了, 对于善于运用人性的弱点, 运用技术的BUG的高手而言, 一个新兴流量平台崛起, 就是一场剪钱之旅, 这里面操作方法比较多, 适合私下交流, 对于善于找到空白市场机会的高手而言, 也是一场剪钱之旅。